回到蓝星时间 又到了每个礼拜三 我们谈健康谈医疗的单元 现代人压力非常的大 很多的人压力大 你会发现整个人 甚至就是你会承担不了一些压力 可能会有人有忧郁 有些人有躁愈 然后有些人会突然之间失控 有些人会发脾气 大家回过头来看的话 其实都跟我们的一些生理上面的问题 像现代人经常应该慢慢慢慢 比较熟悉会知道说 可能跟自律神经有关 可能跟一些你自己平常 面对压力的一些机制 你没有好好的去舒缓它有关 但这些相关的现代人的身心症状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医师 来跟我们聊一聊 他最近出了一本书 告诉我们说 怎么样子可以去理解 你的身心压力有多大 听心跳就会知道 说哇原来听心跳就会知道 然后就可以对症下药 这个下药不是真的吃药 就很多的一些舒缓的方式等等的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医师 他跨的科别很多 他原本是麻醉科医师 后来又是妇产科医师 但他现在对于这些相关的一些身心的压力 还包括一些疼痛的舒缓都有非常大的一些专精 他现在是在台大癌医中心是麻醉部的兼任主治医师 同样也是疼痛门诊的医师 他自己也开了一个身心医学的诊所 当年院长他是梁恒章医师 我们邀请到我们的现场来 梁恒医师早安 早安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早 是欢迎梁恒医师到我们的现场来 我们事实上在开始跟听众朋友介绍之前 我已经花了快要十分钟的时间 跟梁恒医师讨论有关于要怎么跟大家介绍他 因为我真的觉得在我们认识的介绍过的那么多的医生当中 你真的是算蛮特别的 因为每一个医生都每一个医生的专科 比如说你今天谈心脏 你找一个心脏医师 就怎么是一个妇产科 我想你又是妇产科又是麻醉科 而且一般来看我们认识的医生都是很专科 一路专到底 越来越高 比如从住院到组治到主任到什么之类的 那你是越来越广 那所以 为什么这些东西会相通到最后 你从一个麻醉科医师到妇产科医师 到现在是专门治疗疼痛 而且会知道说从心脏的心跳来帮现代人舒缓身心压力 其实这个是主持人您刚讲的非常对 就是医生他到一个年纪他有两个走向 一个就是越走越钻尖 到一个尖端 那另外一个路线就是走得更全人一点 那所以我在累积几十年的经验之后 我的一个路线就是走一个更全人 不是说病人告诉我说医生啊 我这边有不舒服啊 我说哦那你肩膀痛你去看复健科 对而且常常有很多患者他会告诉你 就是说哎呦那个我是看某些科 可是好像都没什么帮忙啊怎么办 嗯对那如果说你的路线是走得很尖端的时候 那就会发现就是说呃你在某个方面你是真的是呃数一数二的啦 嗯嗯但是有很多患者或者甚至有的家人啊你的问题就变成呃数手无策 是啊没错啊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我呃有这个麻醉的训练嘛 那所以我对于每一颗每一个部分每个年龄我都要很熟悉嘛 嗯麻醉是这个样子啊就是你要了解这个一病人所有的一些部分才会觉得才会知道说你要判断麻醉多久啦局部麻醉啦全身麻醉啦计量多少啦是这个意思 是啊所以说从呃小孩子以前做麻醉的时候最小呃两三百克的新生额 哦对对两百多三百对就因为他新生额他可能有一些先天心脏病啊等等那一直到说九十几岁啊对所以说他是一个其实麻醉是一个几乎可以算是真正全科的意思啦因为他要懂内科要懂外科嘛嗯那唯一的缺点就是说为什么要懂外科啊因为他必须要知道这刀要怎么开要开多久 他虽然不开但是他都知道所以他才会知道说那判断要时间剂量多少嗯不要让他醒过来就是了对 醒过来很可怕对所以说呃你就必须要都要内外都要知道嘛那唯一的缺点就是说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幕后嗯所以你学了很多 所以后来我去妇产科的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感觉好像都待在幕后觉得好像心有不甘啊哈哈哈 真的被当做一个比较技术层面的人对对对对对对嗯那所以我去妇产科那因为我有麻醉的这个经验啊所以对于妇女疼痛嘛哦还有很多妇女比如说有比如说举个例子啊有很有时候有病人他越近来很痛嗯可是他对止痛药过敏嗯那怎么办呢不知道休息休息休息做瑜伽平拉提斯 哈哈哈哈哈哈哈对对其实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哎糟糕那我的医术好像就不会开药的话你就变成是不行了嘛嗯所以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慢慢的累积就是说那怎么样从一些神经反射啦从基本的呃基础医学里面去找到答案嘛嗯那所以后来我就找到答案了所以有时候有病人他呃要不行哎可是我就有办法用非药物的方法把它缓解掉 哦哦哦所以就慢慢起来就是从很多因为女性呃患者朋友他最大的特性就是说他会很愿意把他身体所有的不舒服跟你分享嗯嗯哦身体上哎呀那医生我现在这个呃肚子痛哎你弄好了他会觉得说哎可是我肩柄肩颈很紧哎你有没有办法哈哈哈等你弄好之后等会他就说那我先生他膝盖痛你可不可以帮他处理一下哈哈哈我小孩子最近 你长不高你帮我想想办法哈哈哈或者说我的小孩最近压力很大嗯因为过去常碰到就是说啊小孩子要考试了满脸长痘痘嗯啊之类然后更惨的是说哦他毕业了去上班然后没办法适应吃药或者心理咨询没有办法得到缓解的时候怎么办你这样描述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嗯是长大成人了进社会了职场适应不良妈妈妈还会跟你说我的小孩子这样怎么办哦 其实这种案例他们都是哭着讲的哇因为你想想看一个孩子养那么大进了呃在大学的时候发生问题或者是刚进职场发生问题嗯那因此必须退出哦我就在呃昨天我就碰到一个这样案例嘛嗯对那那妈妈多焦虑啊这个孩子到了呃二十几岁然后突然间他的事业成一个问号嘛嗯还有他的人生 嗯嗯还有有很多婚姻的问题啊嗯那这怎么办哎对哈哈哈我觉得现代人就这样子很就是都放不下啊很难放得下就是太多太多的一些嗯感情的牵扯纠葛你从好的地方来讲就是说感情这么的紧密从不好的地方来说自己就是我看跟你讲那个妈妈自己大概她她的身心状况应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压力很大啊 那对不对因为她她倒还是这么大了还在还在担心其实这个就是说引发我后来慢慢的涉入这一方面处理的一个契机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呃病患的朋友嘛哦他们需要帮忙嗯嗯种类很多所以我的路线走的变成变成全人的一个照顾嘛哈哈哈但是我的好奇就是说所以他他你就要必须要去考这些证照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现在是麻醉师那所以你就是呃政府有有 专科医师对专科医师那后来你就是专科的妇产科医师之类的哦那这个也是很厉害就不断学习就是就是了嗯好那所以你刚讲一个重点就是你从麻醉的全人的角度开始呢就就呃进到妇产科从妇产科了解的女人之后你就进到了一些解决疼痛书舒缓压力嗯那男人怎么办哎结果就很多太太就会说那我先生哦他最近都睡不着哦哦 我先生他压力很大哦哦哦那那也常常有时候他们呃这个太太的腰酸啊好了或者说脚痛好了他就他就说哎那我先生都一直都治不好哦哦对啊那男生的疼痛都是由女生来阻述你发现很奇怪哈哈哈或者是说我的儿子啊打球啊受伤之后呢一直都没办法恢复啊你没有办法是所以就是这样子哦长年啊呃三十年 三十几年下来慢慢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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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到了我六十岁的之前我就想说那么我下半辈子的话我不要做一个就是病人来就是啊你就吃药检查开刀这样子我不想这样做所以我想做一个所以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做一个呃非药物治疗呃疼痛跟自律神经失调嗯那么谈到这本书哦其实他会我会写的原因是因为呃有很多朋友 他是老师啊嗯那他们在学校呃带孩子的时候面对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想要帮这些呃学生嗯可是呢他们有时候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挫折就是说他们一直在帮的人结果没事嗯反倒是觉得没问题的后来发生问题他们有这种困扰所以就呃问我我就说啊好我把它整理一下来跟你们做个演讲啊那就会呃推荐我说 那不然这样好你把它写成一本书看看大家有需要的人他们可以到帮忙OK就显然对他们很有帮助就是了嗯嗯那么我们这本书上面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碰到这种压力或者是呃身心问题第一个会想到就是说嗯那你一定心理上面有什么事情啊造成你有什么压力啊但是这样子的做法其实他只是一个模型啦嗯他只是一个模型就是说哦你会有压力呃 或者是心情不好就有什么事情造成的嘛嗯那另外一种模型就是说哦那你就少了什么血清素啦什么多半暗的哈哈哈我相信你该知道嗯嗯嗯其实他只是一个模型而已啦嗯那么 这两个模型其实呃对于呃有少数人其实没有办法解决啊哦嗯对嗯那么你泡不进去就是了对他有两个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人呃很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呃有问题的人他通常会多久啊 他会有一种自慰的心理 我不要让你知道 自我防卫 对 那么过去你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靠的是问卷 你觉得怎么样 心情好不好 我们来评分一下 评分几分几分是有轻微的问题 几分到几分有严重的问题 但是结果你就会发现 真的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很聪明 他会答案上他可以改一改 因为这是人的一个正常的心理反应 那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怎么样去有效的去监测这些案例 好 所以这个答案有点就忽知欲出了 当他不愿意告诉你的时候 他刻意隐藏自己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是没办法骗人的 有一件事情 他是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甚至到你死之前 他都会持续在进行的 那就是心跳 所以这本书 梁院长就用心跳频率 会告诉大家你的身心压力有多大 我们就去马上回来 好 回到蓝轩时间 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 这个梁恒章院长 他目前也在台大的癌医中心 担任这个麻醉部的兼任组织医师 也担任腾控门诊的医师 就我们刚刚聊到了 为什么这个梁院长 他可以这么多的一些一路走来 他对很多的一些人 从一开始麻醉到后来妇产科 到身心障碍到疼痛 慢慢慢慢的抓出了一些 他所关心的 以及找到了一些方法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说 就切入主题了 就是说为什么会是心跳 那因为一开始很多人不愿意讲 而且其实有些人讲 我相信讲的人 就是他确实是有一些状况 但是可能最严重的状况是属于那不讲的人 对 对不对 好应该这样说 好那那OK 那你是怎么样发现 心跳可以反映出这些东西来 其实是因为我在过去 一开始我治疗的病人 多数是因为疼痛问题 那么我就发现就是说 其实在生理学上面 心脏跟我们的大脑是联系最近的 所以我们碰到一件事情 不舒服就觉得心痛 而不是觉得头痛 我们觉得一个事情 让你心痛跟头痛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但是心痛好抽象 心并没有真的痛 可是碰到真的很人生悲欢离合 很重大的创伤 心有时候是真的会痛 那种也说不上来的那种 其实真的是心痛 那是因为我们 因为我们心脏 我会觉得不舒服的话 它有三种可能 一个可能就是说 你心脏不舒服 所以你会觉得 你可能心脏梗塞或干嘛 那第二个可能是因为大脑的压力 它会传达到心脏 产生一个收缩 然后不适合不舒服的一个症状跑出来 所以一个是脑神经的一个解释的一个 它造成心脏的不舒服 那么第三种可能是跟心脏相关的神经受到刺激所产生的 心脏相关的神经 所以譬如说有一些朋友 他装了支架 装了支架之后可是还是胸闷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问题 那么通常医生碰到这种情形就会跟他说 你放心 你的心脏已经通了 所以你这个是因为心理压力造成的 可是事实上他们忘了一件事情 跟心脏相关的神经受到刺激也会嘛 譬如说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因为我们心脏控制心脏的神经 大概我们胸椎主要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嘛 那这些神经跟心脏有关 但是呢这些神经也跟我们的胸腔 还有腹腔跟跟肩膀 它有相关性嘛 所以有些时候这些别的地方受到刺激不舒服 它会反映出来以为让你以为是心脏有问题 嗯嗯嗯OK 好那所以你看那么多的状况都可能会造成你心脏觉得不舒服啦 或者觉得闷闷啊或者会痛痛的 那所以当你去听心跳频率的时候 你怎么回推说他到底是哪方面出问题 这个是当然没有办法是直接这样回推嘛 可以告诉我们就是说 这一个患者他的状况到底在什么状态 因为他不用讲 比如说就在昨天嘛就有一个患者嘛 他就很严重的情绪不好 因为压力的关系有一些家里事情 他碰到我们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讲话的 因为很多患者他很严重的时候他都不讲话 嗯那这时候你怎么判断他的严重度 啊那么后来我知道说心跳跟这个大脑的关系 是这么紧密密切的联系 而且我很熟悉这个指标之后 我通常就直接就量一下他的心跳嘛 嗯哼哼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人他表面上不讲话 可是心跳跳得很快 嗯嗯 比如说我呃常常有老师问我说 哎医师啊那我有同学哦 早上他就趴在那边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嗯 哦我就会说那很简单 你就量一下他心跳嘛 嗯 假设他跳一百多 二话不说请他到保健室休息啊 嗯你也不要再训他了 嗯 对不对哦 因为我们人一激动嘛 心跳就会就起来嘛 嗯哼 成语不是讲呃动心起念吗 嗯 其实起念也会动心嘛 呵呵呵 啊 OK OK 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好用的指标啦 那为什么过去医生都不太爱用 嗯 原因是因为过去科技没那么发达 嗯哼 所以你要测心跳很麻烦 要把脉把脉的话 凉脉不用手 那个不太准 那现在因为科技很发达 带个什么智慧型手表啦 手机啦 天天监控自己的心跳 而且我常在想说 这些手表到底监控的心跳之后 到底能干嘛 其实很有用 对对对 所以我就说哎 那刚好今天一出来 就跟大家讲说很有用怎么用 嗯 否则一般来说的话 我们看到心跳 大概来说就在那个区间 那如果快一点慢一点 各自代表什么样的意思 其实也都没有人去诠释他 去去告诉我们吗 其实哦 他这个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嗯 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 呃 每年都做身体健康检查嘛 嗯 那么有哪一次 视线健康检查会告诉你 就是说哦 你现在检查结果正常 所以未来十年内 你得病的机会比较少 还是说你这次有点异常 所以十年内 你得病的机会会很高 没有吗 嗯 因为通常他没有预测能力啊 他只是检查当下你的状况而已 嗯 但是从根据医学的统计跟研究哦 心跳他的跟身体状况的 关联性很高啊 嗯 譬如说平均值是70下嘛 那么今天有一个人他量出来是85下嗯 那么在很多研究里面就发现在未来他有癌症啦或者身体有什么病啦的机会就很高啦 你说一直如果都维持在八十几下的话 对也不过多十几下意义就很高了 是啊也不过才多十几下 对那么因为您刚讲一个很重要一点就是说也不过多十几下嘛 嗯 那么这是因为我们过去对于心跳这个指标不太去注意 所以呢就会觉得说那也不过差那一点 但是事实上依照现在大数据的统计啊嗯 多十几下的临床意义就很高了嗯哼 那么到二十多二十下三十下哇那 那那个对于你的未来的寿命的期望的这个预测他就会告诉我们就说哦那你这个就危险了 真的那心跳快也不见得代表是心脏的问题他代表其他部分的问题是不是嗯是啊 所以说有可能譬如说有人他先天就心率不整对有没有人天生心跳就比别人快有可能啊对但那一种的话他心跳快就不就不会是问题对不对 他得要跟自己比还是要跟别人比真是蛮乐观的一个一个看法 不过那所以我我是不太想吓大家不过我们有一个很残酷的事实是我们心跳的次数一升是差不多固定的啦就像跟蜡烛一样有这种说法吗 确实是这样子你这样讲那譬如因为我脑袋常会乱想好那你如果这样的话有些人当然就心跳如果说他他本来就很快那他寿命相对就会短那或者说运动 运动会让心跳变快啊那运动不是有益健康吗那运动让心跳变快之后那你的寿命就会缩短 所以说我特别准备了一个表哦来这边不是很矛盾吗嗯这个是一个很有趣因为太多人问了相同的问题真的耶医生问了这个对待那个表 很多人都像是吗我这个反应是正常的对不对非常非常的敏锐而且非常的正确的但是我们忘了一件事情 我们譬如说要维持一个正常的心跳你的运动时间一天可能只有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嘛啊哈 但是你常运动人他心跳会慢下来常运动人心跳会慢下来对因为他的心臟变强了解所以说你看嘛哦 如果我们呃每个小时只要比正常多跳十下的话每分钟啦啊那每个小时你就要比别人家多跳不到八九分钟吗嗯哼 那一天要多跳差不多三个小时耶哦那一年你要多跳五十一天耶很累嗯哼嗯哼好那假设我们扣掉说你每天要运动一个小时来维持你的心跳嗯那么你一年你还是可以少跳了三十几天呢意思是说你运动的当下跳的快嗯但是你运动完了以后你的心脏是强健的你就跳的慢是所以意思不是说运动会让寿命前退 因为我刚才的逻辑很快速的推会变成这样子嘛是是是是是意思就是说并不是这个样子嗯嗯啊OK好我们休学再回来啊有关于呢这个医生特别带的这个表叫做你的心脏有多累啊以正常的心跳一分钟七十下左右啊来看看到底呢跳的多跳的少各自要付出什么样不同的代价我们休学马上回来 好回到啊来轩时间呃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身心医学诊所的院长啊这个梁恒章呃医师他也是呢台大癌医中心的麻醉部还有呢疼痛门诊的医师啊那我们在聊的是因为他最近出了一本书呃刚才医生也说了呃原来是一篇演讲了啊邀请到学校里面去跟老师做演讲 因为老师面对很多学生看起来现代的学生年纪那么轻对不对嗯嗯身心压力就这么大啊那所以很多的症状然后让这些老师们可能必须要去帮忙处理嘛因为家长把孩子交付给老师老师都会啊压力都会很大的啦啊所以呢就出了这本书啊叫做心跳频率啊听心跳频率就知道你的身心压力有多大好所以我们刚才的推论跟假设 就是哎运动多的人心脏当下跳得快但是我们知道了因为他接下来心脏会变得很强壮跳得慢所以并不会啊这个因此而寿命简短但是如果你不是因为运动性的而是其他的一些可能比较是属于不正常的状态底下的话呢你的心脏比别人跳得快预计每分钟只要多跳十下啊在这个梁医师的表里面你每小时就多跳 六十下你每一年就多跳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五百多万下所以换算成天数你就多跳了五十一天嗯所以跳了那么多多跳意思就代表你的寿命守那么多天吗是这个意思吗而且你会更累啊更容易累心脏累嘛嗯啊所以呃有一个很有趣就是说到底忧郁症的患者他都坐在那边不太愿意跟别人交往他的心跳是快还是慢 大部分大概百分之八十他都很明显快而且越快通常症状越严重啊这样子很多孩子他有问题然后他也不太念书嗯他也不想干嘛但是他整天就喊累嗯我很累我不想上学嗯然后上课就趴在那边对啊你刚讲说趴在那边嗯那这样他心跳到底快还慢 我以为人生生应该是慢哎但是照你说法就是变快咯很快通常对通常大部分都无意料之外嗯如果成人的话大概严重的话大概在一百下上下孩子们大概很多都在一百二甚至更高嗯好像年轻人小孩子是不是心跳就比较快一点嗯而且这些小孩子他有个特性哦他都不太什么动嗯因为他很累他心脏已经很累啊所以很多父母他会他会产生 产生一个很大误解就是说你怎么那么懒啊没干嘛结果你整天很累没办法理解嘛所以说我们呃从外表上面哦看一个人动或不动来判断他的心跳他会有很大的一个落差了嗯这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比较科学的一个方式真的因为刚才这个梁医师有跟我说他算是就是哪一种医师是整天都在听心跳麻醉壳医师对对我觉得有道理所以OK那你可以再多举几几个例子 什么病也或者说什么样症状况也跟心跳可以听得出来你刚讲忧郁症躁症可以听得出来还有别的吗其实我们心跳是这样子哦身体只要有压力他都会变快譬如说我们吃饭吃太饱心跳也会很快嗯嗯因为他要呃血液他要跑到要去消化是是是是所以有很多呃尹法族的朋友他们要养生嘛他们不是讲说我们要吃饭七分饱啊嗯嗯 六分饱七分饱可是很少人讲为什么我个人的看法啦嗯因为你吃饱的话心跳会很快又受不了哦因为我常常有患者他是装支架嘛嗯装个三支四支五支是很常见啊嗯哼那家属来我通常会跟他讲他除了他很累啦痛你要注意哦他的饮食第一个不能够太多嗯那减少他的负担所以变成说要最好是少量多餐哦因为那个心脏负担会很重 嗯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心脏的话他好像一部车的引擎啊嗯这车子你只要一动他就会跑快嗯那么你今天车子不动引擎转的很快的时候这车子还是消耗的很厉害啊嗯哼嗯对哦OK好所以吃太饱对老人家来说嗯嗯是心脏负荷的问题嗯很严重OK好那在在这本书里面这个梁下特别画了个表讲到说自律神经运作的状况跟心跳频率的关系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有这是不是比较可以去解释说现代人犹豫症啦或者有一些身心症对的关联性嘛是是是是啊因为我们一般正常的话我们的这个大脑控制我们的内脏主要是透过这个自律神经嘛嗯那自律神经两部分一部分就是交感神经一部分是副交感神经嘛嗯那么简单的讲交感神经就是说帮助你可以哦早上起来醒过来去上班驱动你 做一些事情嗯那么副交感神经主要的功能就是在于修复嘛所以你下班后心跳应该要缓和下来嗯然后你可以放松你会觉得愉快然后入睡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像一个波动早上起来兴奋起来这个波动上来然后下班他就波动下来嗯那完成一个正常的循环嘛嗯那么我们会发生问题最常见的就是说这个兴奋起来下不来 举个例子就持续亢奋中就是了是是是比如说呃常常会你上班有一件事情你做了哎有时候做完了结果呢你你那个事情还过不去你还是很亢奋所以亢奋并不是呃真的属于那种很hyper那种意思是说你持续去想他或是去烦恼他挂记他这种就算是持续亢奋吗是这个意思吗其实哦有时候会很妙哦有时候事情已经过去了可是你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迷运知道事情过去了嗯可是我还是一样啊还是很亢奋啊就是常有的对对对常有的那这个还好啊甚至有很多案例他事实上他也没有什么事情心跳就很快他就觉得很累很累嗯其实这种案例哦在老人家还有很多小孩子身上很常见哎是啊为什么根据最新的医学研究的话其实跟病毒感染有关哎现在我们不是流行讲新冠新冠吗是啊新冠前段时间常在谈有一个症状大家都会注意 到就是啊这个嗅觉异常吗嗯嗯那代表这个病毒会影响到嗅觉对不对对可是大家都没有啊想到一点病毒会影响到我们的自律神经啊嗯然后会因此会让你空转啊你大脑会空转啊对所以有很多忧郁症或者说有些情绪问题其实呃他常常是发生在一个感染或者说或者是一个病痛之后发生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因为自律神经可能受到了一些 侵犯嗯然后产生的一个状况嗯然后从心跳可以听得出来但我们自己都不自觉就是了因为我看你的顺便做了一个结论说现代人呃有些情绪失控是因为太努力是是就是说但是你必须不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别人或自我要求就是要很努力啊做什么像什么嘛对不对嗯啊念书就要念得很努力工作就要工作得很努力嗯 当长官要很努力啊拼业绩啊之类的但是太努力就是情绪失控很大的问题就是心跳变得很快很大的问题是这个意思吗对因为我们在呃在解解读这个问题之后我的模型里面就是做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因为我们的人的一个心跳啊还有他会影响到我们的情绪嘛嗯那当我们发生一个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的工作能力就等于就是 打折嘛嗯比如说我们在上班啊突然就你发脾气大家都听到了那么接下来你的你的工作能力其实都会打很大的折扣对不对嗯哼但是因为我们人发生情绪的时候他的心跳通常大概会在某一个固定的范围之内嘛嗯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你把自己的这个压力提升高到某个程度他一旦发生情绪你的努力就等于打打得对折啦嗯哼也就是说决定你的能力的一个 另外一头最重要因素就是说你能不能冷静下来嗯能不能缓和下来也就是说从这个交感神经兴奋上来激起你的斗志啊等等那么你能不能恢复啊变成一个冷静修复嗯第二天才有办法重新出发嘛嗯哼所以往往很多优秀的人他最后会崩溃的原因并不是他不努力啊嗯因为很多孩子都会觉得我已经很努力了可是为什么表现不好嗯 这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到一个比较平静的一个状态嘛就你刚刚讲的自律神经的这个波段就是了对是嗯他回到就是一个波段你要让他波段完成要回到一个状态如果你持续的这么的亢奋当中你反而会会累死了嗯嗯是OK我们休息了要回到现场哈哈哈好回到凉轩时间继续回到现场邀请到的这个生息医学诊所的院长这个梁恒章医师他也是呢 台大癌医中心的啊这疼痛门诊的医师呃那我们来聊聊最后呃OK好那假设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都跟心脏有关事上心脏回过头去看也都跟自律神经有关的话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就是或者或者你在门诊里面你都建议病人因为刚讲说是不用药的嘛是对不对好那不用药那怎么样子让他能够舒缓下来通常我把它归纳做四个方式啦嗯第一个方就是依照他的刺激程度嗯那第一 一个方式前两个就是说你要做一些转移啊做一些呃取代就是说哦你要参加一些什么去K个歌啊去看看风景等等当你行不通的时候其实最常用的尤其是工作压力大的人就要用到一个比较捷径的一个方式嗯所以捷径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们人有个特性就是说当你更兴奋之后你对对其他事情你就不会觉得那么压力那么大嗯他这捷径是捷径所能的捷径对 所以意思是说你做到极致推到极致吗是这个意思最近最近有一个律师这听起来有点害怕最近有一个律师诉说他问我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他说啊啊医师啊那我们律师要出庭前压力都很大那怎么办呢啊对不对你的方法写了那么多有没有哪个有用我说我们捷径方法也可以试试看那怎么捷径方法也就是说你出庭的时候你的心跳会很快嘛嗯好那我出庭前让他更快嗯哼接下来呢你就会发现哎那出庭 这件事情呢就感觉压力没那么大啊这样子啊那怎么样压力快出庭前运动啊是所以就是说要做一个比较跑超长之类的哎对就是说啊你去呃譬如说有一段呃有一层楼你就冲上去一下很喘然后就坐下来休息让他恢复哦是真的这样子啊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说呃我们今天呃上班的时候在捷运突然间呃发生一个警报大家吓得钥匆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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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呃上班的地方 嗯嗯气喘如牛嗯那等到你平静之后呢接下来今天呢你就会觉得哎今天的工作好像就比较没有那么那么令你感到压力那么大这是人的一个本能反应有嗯嗯嗯就有时候突然之间你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之后之后你会蛮松的是是是是是是是因为你亢奋过了更亢奋过了这种说法啊好有意思啊那另外一个方式就更极端的就是要做一个中断那就更兴奋了 那这个方式就比较危险一点因为太太刺激了我举个例子啊嗯大家现在夏天哦都有去游乐园嘛嗯哼那游乐园里面呢什么地方笑声最大咖啡杯啊对对对对对越兴奋的地方对对对尖叫叫声越大声这样笑的越大声嘛对那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哦当他兴奋到一个很极致之后他一旦放松下来他会很快乐很放松而觉得会笑很妙人就是一定要从一个兴奋的高点 然后降下来冷静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很快乐很快乐很多病人都会这样子真的啊嗯如果说有很多退休的人他到压城市里面压力很大到乡下他觉得放松下很快乐对不对你待久了他会很受不了嗯因为没有一个事情会兴奋啊嗯啊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哦过得好黑白啊但这个中断跟捷径有什么不一样我就看起来蛮像的啊兴奋的程度不一样嗯 因为这个会得到这个归纳 是因为我过去的病人里面 有很多割碗的 很多他会去那个对 那很多用香烟烫手碗的 因为这样子的妇女朋友 其实还不少 过去就很好奇 就问他们说 那你这样做的话 你不觉得很痛吗 结果他们答案就说没有 痛到一个极致之后的感觉 OK 所以你说的中断是中断情绪是不是 就是把这个 中断什么东西 状态 就是把这个兴奋 这个交感神经过度兴奋 把他打断掉 用一个很很比较强的外力 把他打断掉 所以这就比较危险了 需要一个设计 大家可以看一看书 OK 你说对啊 万一他的心脏负荷 本来就不够 你说去做个云霄飞车 会不会反而出事 这样也不太好 是啊 所以一定要小心 就是有几个方法 不同的人适合什么样 不同的方法 对不对 有些比较轻巧一点点的方法 就是说 你可以转移他 想一些快乐的事情 把他稀释一下 稀释他 然后捷径跟中断 是比较有一个外力 让他先 听起来我觉得捷径就好了 去去运动一下 把他楼梯 我觉得这个有道理 而且呢 也有对身体健康有帮助 先试试看 那当然也可以看看呢 这个梁艺师这本书 很有意思 对自己来说 因为我觉得心跳这件事情 自己也可以去侦测 对不对 所以可能也可以帮助你在这样 那么有压力的环境 跟那么有压力的现代生活里面 可以有一些比较是属于 不需要吃药 就可以自我调节的部分 好今天非常谢谢 来吃到我们的信堂来 谢谢 谢谢